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中错了197点 大概200点 那今天外资也大幅卖超 那外资卖的那一定是全职股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你要买小不买大 然后你要低买不追高 那如果你秉持这个原则 在这个礼拜大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会赚钱 至少你不会赔钱 那今天整个大盘 跌200点 外资也大卖 他卖的一定是什么 台积电 莲花科那一类的 但是小型的股票 成长的股票 我这有几个条件 所以最近操作上 有点高难度 那很多投资人可能会 买错股票 譬如说买足底的股票 但是会破底 那你要买成长的 你要买法人喜欢的 因为大型股是外资的提款机 一路卖 卖台积电卖莲花科 但是这些不重要 那包括昨天停电来搅局 外资1万8台股1万8得又忽失了 对不对 但没有关系 那本来这就怎样 大盘本来就是盘整 盘整格局涨涨跌跌 那今天拉回 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 让你可以逢低布局 譬如说 今天大拔 就能百点对不对 像这很明显的在支撑区嘛 今天就涨啦 涨一点点对不对 今天这起7块嘛 赚钱的啊 那为什么会涨 整理嘛 大盘重挫嘛 最后洗盘啊 所以大盘落不重要嘛 重要是 你有没有趁这个机会 去布局股票嘛 像这种足迹的股票 你要留意 你要做功课啊 钱不会自己掉下来 你要很努力的去做 失去没有关系啊 投信022买 所以我说另一支当家嘛 那外资卖的是大型股啊 外资中小型股 一样是在买进嘛 那昨天报纸头条讲什么 资金转进什么 贵买嘛 OTC嘛 OTC就是什么 中小型成长股嘛 选股不选市嘛 选股不选市的意义在哪里 就算大盘跌的时候 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选股不选市 你选对股票 要逢低去买嘛 那今天恐不恐慌 一开盘就中错啊 包括上礼拜 有一天跌多少 跌461点 大家记不记得 那那一天比今天更恐慌啊 那那一天刚好是什么 金豪哥最后洗盘啊 结果呢 这里拜连续往上涨嘛 创新高啊 那今天呢 你要不要注意 今天大家有点恐慌 对不对 那像这种股票 它是不是也是最后洗盘 这大盘嘛 说这本来的经历嘛 这一万七千五 这一万八千五嘛 年限向上嘛 这很重要啊 我一直讲什么 年限向上你就做多嘛 我们一路做多啊 那重点是 主流股在轮动嘛 那你跟着轮动 那找什么 标题写的啊 成长股 买小不买大 找低本益比的 高值利率的 这些综合的条件 你要用心去找 你要做功课啊 不然你就找我帮忙啊 我们每天都在做研究嘛 那我们讲最近 我们讲清豪科 我说大盘在这里 这大量 年限向上 选股不选市对不对 那这么大量代表什么 代表换手嘛 有人惊到 这天四百几点嘛 惊到买股票嘛 卖完了上去嘛 那今天呢 一样又有人吓到啦 那这个叫换手量嘛 那换手量你就要换股啊 华人在换股 你要跟着换股嘛 那你要换对的股票啊 我们看一看清豪科 这一天跟大家谈的 记忆体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看成交量 这突破了嘛 突破啦 这组两个底 这个量突破了嘛 接下来量缩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刚刚好 大盘怎么样 落四百几点嘛 那最后洗盘 上去了嘛 我说类似这种股票 你要很用心去找嘛 两个微笑曲线 头肩底对不对 量出来了 拉回又是一个买点 上去嘛 不然他连续往上走 来到这里啦 创新高了嘛 那轻轻松松 两天赚 涨了二十三块 他今天平盘整理嘛 那接下来呢 今天大盘又跌两百点啦 那还有没有类似的股票 最后洗盘 就跟这里一样嘛 那我说这个也是最后洗盘嘛 有没有可能 很多股票呢要跌 早就破底了嘛 他就先几楼经历嘛 经历多久 七个八月嘛 技术面亮出来了 筹码面对不对 法人买钞嘛 法人昨天 投信买钞第一名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 就金豪哥 这OTC 我说这里换手 你要注意哦 因为这些人都进来了哦 订阅看大拨在热 订阅摆了四百多点 今天就有两百点 这些人都进来买哦 不然金豪哥为什么会涨 上礼拜我怎么跟大家谈 上礼拜 大盘跌四百多点 外资 卖这么多 我说你要蹭这里 弘地买进对对 我说外资每一次都很准 卖最多的地方 都是缓转 百分之百的准度 所以你看到外资 大卖超你要怎么样 这上礼拜啊 今天他买四百多点嘛 你要还手做多嘛 连这种小的转折 有没有 外资都好准 那外资为什么这么准 外资期货是买超的啊 你要搞清楚期货现货选择权 这上礼拜嘛 然后呢这个礼拜 金豪克斯往上走 这上礼拜我说没有信心的 全部成交了嘛 这的人都礼拜了嘛 那间谍两百多点 你怎么操作 如果时光倒流 上个礼拜 你怎么操作 这些人都进来了哦 上礼拜跟大家谈的 金豪克 这这里刚好最后洗盘 外资买超上去了嘛 那是不是创新高 创新高今天小福整理啊 那是否则交 这个大量 外资买超第一名 投信买超第一名 则交嘛 法人抬轿啊 会员坐轿嘛 我讲最近的嘛 包括预创 金豪克斯记忆体嘛 那记忆体跟元宇宙啊 那也是一样嘛 成交量有没有 出来啦 量缩 进去嘛 包括宏达电 华人今天拉回啊 但是这个平台 这个量也出来了嘛 这个地方 要注意啊 它有没有量缩 那上礼拜跌400多点 很恐慌对不对 但是呢 也创造了赚钱的机会嘛 那今天跌200多点 有没有创造赚钱的机会 那我刚刚讲嘛 这个就是创造赚钱的机会啊 那上礼拜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啊 刚刚好林桑红 今天又去哦 今天没落哦 然后你看这个代表什么 一个头肩底出来了嘛 那这种股票呢 也会有机会创新高啊 这支这支做嘛 不要错过机会 趁大房恐慌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形态 这样子的财报内容 一档一档操作 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该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起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金豪科 林章两天今天平盘整理 对不对 昨天 投信买超第一名 那买在这个地方 那他在整理 整理过程会不会破底 不太可能吧 那应该这个地方缺口 这个地方应该是支撑嘛 那你成本在这里 你是稳稳的做教 那是法人来抬教 那这样你的会会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 那我刚刚讲什么 这量出来以后压回 这个地方变支撑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又刚刚好上礼拜 怎么样 重厝400多点啊 所以他原来的底部形成了 重厝400多点刚刚好怎么样 最后洗盘 上去了嘛 那上去以后 投信买这里嘛 那你说会不会再往下跌 会跌多少 你去衡量嘛 那你的成本如果是在低档 你就是做教嘛 所以我说机会一直都在啊 是一直都在 包括预创也是一样嘛 同样的 这地方底部出来啦 量出来了 对不对 拉回量缩 都是一个买点嘛 那涨上去不要追啊 这是买点 这是买点 量缩量缩 对不对 你对照一下嘛 量缩 那什么时候洗盘会成功 大盘重挫嘛 这大盘跌400多点啊 跌完了以后上去了啊 那今天呢 今天跌一点点啊 那这种股票 底部确立了嘛 它只会沿着支撑 一步一步往上走 那宏达电也是一样量出来啦 那今天量 说来不够多 如果再更低一点 那更好啊 那支撑在这里嘛 它跌了四成 那我一直讲什么 再回到标题啊 低买 不追高嘛 那所以大盘跌很好啊 趁大盘跌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买到低点嘛 那同时股票才有机会 彻底洗盘嘛 那现在机会又来了嘛 那上一次跌400多点是上礼拜五啊 那这个礼拜五又跌了200点嘛 上礼拜我跟大家怎么说 有个沟表横盘半个月以上 利空最后洗盘嘛 那除了我刚刚讲的 金豪科会员作教 宏达电 预创 这两个是一个 两个记忆体 一个元宇宙嘛 那我上礼拜还明讲什么 我说像鸿海 那多少十个位 黑线哦 我都是在跌的时候跟你谈哦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哦 我说他不会破底嘛 十个月的底 要破早破了嘛 他下礼拜上法售会哦 那我也跟你谈华新 对不对 1605 赚四块多 股价二十几块 那结果呢 刚有去 那今天有没有跌 我都讲前面 今天华新有没有跌 给他冷冷霸电 他没有跌呢 他历史涨 今天鸿海有没有跌 也没有跌啊 所以大盘在上礼拜 上个月中错的时候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再看一看鸿海 他是上去了 我说机会都在嘛 你后来拜上法售会啊 那会突破 还是会跌破 他昨天呢 电动巴士交车啦 那华新呢 是赚钱的机会都在 赚四块贵 股价二十几块 就是标题写的嘛 低本益比对不对 那殖利率呢 至少5%以上嘛 高殖利率啊 低买啊 不追高啊 你要每一样都吻合 那你要用心的去找 你才有机会做教嘛 OTC这些人都进来了嘛 那恐慌的时候 你要捡便宜啊 那这钱都跑到哪里 中小型股啊 记忆体 载板类类 讲多少事 包括车用电子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操作 趁大盘整理恐慌的时候呢 找基本面 成长的股票 技术面再低档 低买对类 筹码稳定的 法人会买的 你要不要消息 不需要嘛 你够用工 法人的抗法跟你一样啊 然后一档一档做教 那找重做足底的 像这种重做足底的 他就有机会呢 让你做教 趁恐慌的时候进场 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转线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最近比较少讲台子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没有什么好讲的 它就是区间 急涨偏空 急跌偏多 因为它来回震荡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大盘 外市跌卖了400多亿 上礼拜 卖更多500多亿 而且连续卖 恐慌嘛 结果上去了 你可能又错失掉了 第一个买点对不对 那今天跌 这些你第一买都还是赚钱的嘛 我说在这个阶段 跟这个阶段 跟这个阶段 操作 操作模式都一样 只是股票换而已嘛 足底买 不追高 买小不买大 买主流股 一档一档操作 涨上去了 卖掉 再重新来 再找第二档 上去了卖掉 再来买 一档一档做嘛 那之前呢 这是二月 这是三月 对不对 二月的时候跟大家谈什么 富财嘛 那低买不追高啊 卖掉 不要去追嘛 追你短线容易套 像这一个呢 骑红 散热跟低轨 卖太早啦 上去 上去没关系啊 再重新找股票嘛 资源 也卖太早啦 又出现涨停 搭空嘛 因为空头不回补 继续搭嘛 那一样啊 至少你是赚这一段 不是赔这一段 那接下来新兴载版呢 往上走啊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大盘跌400多点啊 它也没落啊 阶红又去嘛 但是高档出现大量 要不要追 不要追嘛 尤其是出现利多的时候 要不要追 它订单到116年 外资喊三字头 出现大量就不要追了嘛 那再换股操作就好了 你从这去撩 又加到嘛 那现阶段呢 这地方跌下来 我刚刚讲的嘛 金豪科啊 原宇宙啊 那一档一档操作嘛 那我们再看一下 资源 资源真的卖太早了 涨到这里 但是你看到这里去追又掉下来 就不要追嘛 那星星涨上就要不要追 不要追嘛 那另外你看一下 彩板 有的还没涨嘛 那这个叫轮涨 对不对 那星星往上走 法人是不是抬轿 那是不是坐轿 那同样的情况嘛 那也是要找机会 找一些股票坐轿 那你像金豪科 今天也是坐轿嘛 买小货买大 低买 不追高 对不对 成长股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看起来像条件很多 所以你要用心的去找嘛 钱不会自己掉下来啊 法人在做什么动作 他在换手 他在买进什么股票 那你要跟上嘛 这种底部 探16块 几百事 百五是怎么不敢买 本益比低于10啊 那是不是都上去了 投信是抬轿 买在这里 那你成本在这里 是不是坐轿 那是不是一支一支做 那接下来呢 在轮动嘛 那我之前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 拉回买 他上去连三红啊 今天也是再去啊 那这个也是标准的头肩底啊 我们不断的在实现 获利 也不断的在弘低买进 这一档重挫足底 今天大半路 感觉没关系嘛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趁恐慌呢 专注而去捡便宜 对不对 趁这个周末 好好做功课 否则不然的话呢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来自然的 我烜的 他为你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打敗懶得動 動不動就愛水蟎牛 吳老師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稅務單線02-2752 58682752 5868